接下来我们介绍四分位数以及核创图的制作 首先我们先介绍在资料统计上的几个专有名词 四分位数、全距以及四分位距 对于一组03的资料 首先我们先仿照求中位数的方式 我们先把资料由小到大依序排列 然后把这一组资料我们大约分成四等份 而这四等份有三个等分点 我们分别称为第一四分位数、第二四分位数以及第三四分位数 第一四分位数我们用Q1表示 第二四分位数我们用Q2表示 而第三四分位数我们则用Q3来表示 接下来我们介绍有关于四分位数的求法 因为当我们把资料由小到大依序排列之后 首先我们先求第一四分位数 也就是先求Q1 因为Q1也称为第一四分位数 它是占全部资料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全部资料的第25百分位 所以Q1实际上就是P25 这是第25百分位数 而如果一组资料总有15组数字 而这15组数字 我们分别求它的四分位数 我们把45位数乘四分之一 结果等于3.75 3.75有小数 因此我们直接进位 所以Q1是第一四分位数 这个是第四项 所以小于或等于Q1的数值总共有四个 而如果大于或等于Q1的数值总共有12个 因为包含第四项 因此满足小于或等于Q1的数占四分之一 而大于或等于Q1的数则占四分之三 而求第二四分位数 也就是我们要求Q2 所谓第二四分位数实际上是指50% 因此第二四分位数 实际上也等于中位数 它是指小于或等于50%的资料 我们称为第二中位数 而假设全部资料如果有15项 则15乘以四分之二 也就是15乘以50% 结果等于7.5 7.5有小数我们直接进位 因此Q2也就是第二中位数是第八项 因此Q2等于8 而这时候小于或等于Q2的总有八项 大于或等于Q2的也是有八项 所以小于或等于满足Q2的占全部的四分之二 大于或等于Q2的也占四分之二 而如果要求第三四分位数 也就是我们要求Q3 Q3是占全部资料的四分之三 所以Q3是指全部资料的第75百分位 所以如果全部有15乘数数字 则我们把15乘以四分之三 原本是11.25 有小数因此我们直接把第11.25项 我们直接进位也就是Q3是指第十二项的资料 而这时候小于或等于Q3的有十二项 而大于或等于Q3的则有四项 所以按照这样的比例 小于或等于Q3的占全部的四分之三 而大于或等于Q3的则占全部的四分之一 所以Q1是指第25百分位 而Q2则是第50百分位 Q3则是第75百分位 我们把Q1、Q2、Q3 因为Q1是占全部的四分之一 而Q2则是占全部的四分之二 Q3则是占全部的四分之三 因此我们把Q1、Q2、Q3 我们就称为四分位数 而分别以第一四分位数 第二四分位数 以及第三四分位数来称乎 的语言 那我觉得我们把Q2则拂与了